本来没有抱着很紧张的心情来 可是拿着这个奖感觉更重 裸上半身穿着原住民传统服饰 他是52届金钟奖得主陈耀忠 却涉及了性侵案件遭到判刑 旁边有穿两个开叉的 我想说我已经打赤膊进来了 竟然还有比我更辣的 领奖时还打趣陈耀忠的幽默斗笑全场 48岁的陈耀忠主持外景节目 把部落每位打进观众的心里 而他却在109年的9月性侵女儿的朋友 根据判决书指出 当天他在花莲封冰箱的住处饮酒 酒不够他开车出去买 被害人担心途中危险而陪同 后来陈耀忠把车开到石门班哨角 邀对方下车看海 趁机强制猥胁女子 好多闪烁的星星 在我前面一直闪 不太习惯了 我都是用灯去闪烁这些猎物 今天是猎物闪烁 今年2月判决出炉 陈耀忠犯强制猥胁罪 遭花莲地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而他不排除要再上诉 被蔡总统封为阿美族厨神 陈耀忠不只是金钟得主 也烧了一手好菜 在花莲开了一家无菜单料理餐厅 在当地小有名气 蔡总统曾造访 如今却传出性丑闻 阳光开朗的形象恐怕崩坏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